- 停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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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 我是 besides the deal - 各自家用作菜 讓人說變得很簡單 - 天然的胸罔 一樣 小朋友覺得這個愛吃 媽媽們 你根本不用說了 可以當下午茶 又可以當放貨甜點 既健康又好吃 在我們台灣有在賣線豆腐 不是那麼的廣泛 常常要吃的時候找來找去 哪一間好吃 哪一間怎樣 這麼好吃的甜點 我超級想把它分享給你們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教你做這一道 我們的蟹蠔的豆腐 整道料理就是天然的 自己做最安心 那你們還有喜歡吃什麼冰品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在這邊看看之前 Youtube 按讚 訂閱 按讚 分享 粉專 簡單的一個IG 簡單的一個臉書 簡單的一個大家庭 還有簡單的一個小巷帶群都要去加入 每一個按讚的留言分享愛心 都是我外面的真正的重力 很簡單 很快速 學起來對你們真的受用無窮 來個男性的馬虎爺先浸泡在我們的水裡 泡一個小時左右 把它打一打 好 打到成奶粽的感覺就可以了 我們先把我們的雞丁片 泡到冰水裡 把我們的雞丁片完全泡到冰水裡 然後 我們要過濾我們的這個杏仁 來個沙布 可以過濾用的 直接全部把它倒下去 炸我們就先 這個沙布好去找歐行來就有了 來這個沙我們先收到旁邊 來這時候我們雞丁片這個很快就好了 你要注意一下時間 全部軟掉之後 感覺有變比較大片 然後我們把這個水擠乾 好來擠乾水 先把它旁邊 來再來 把我們的杏仁水 好 加到我們鍋子裡 牛奶 來 躺下 然後開火 來 稍微的攪拌它一下 我們這個有沒有煮到滾喔 來 旁邊開始起泡 這是我們官網 來 拿起來 加到透重後 450公克 來 把我們的雞丁片放進去 然後攪拌它 好 讓它融掉 來 如果你 不加雞丁片 你也可以加洋菜粉 洋菜粉它吃起來會比較脆 看你喜歡哪一種 那洋菜粉的比例的話 是450公克的這個汁 堆上15公克左右的洋菜粉 來 把它過篩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放在冰箱 直到它凝固 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喔 出來成品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脫模切成塊 剛剛我們還有留點杏仁奶 等一下配著我們的杏仁豆腐 超級美味完成 簡單跟試試 剛還有一些杏仁奶 我們就直接把它加到 我們的杏仁豆腐裡面了 哇 這樣配上去 外表白皙光澤 古溜般的花筍 淡雅的杏仁香 在口中就已經化開 一口入魂 杏仁到底 據說這漂亮的杏仁豆腐 有養顏美容 抗勞養生的功效 我的天啊 說到這 我還不把很快把它吃完 體會到杏仁的感受外 皮膚也得到昇華 簡單科小知識 南北杏仁的差異 北杏仁又稱苦杏仁 顧名思義有些帶點苦 普遍來說 入中藥材使用 而男杏仁又稱甜杏仁 比較適合來做我們這道料理喔